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报上的文章回来给我们当话题 而且这个话题还真的是他这个女权 你算女权主义 你不算 我算 我应该问你 女权的定义就是说男女平等或者平权 在这个意义上你相信这个都是女权主义 我问你 文涛你是女权主义吗 我肯定不是 你认为这两个是不平等的 我不是说从体力上 当然你们劲儿大 我说的是权力上的平等 这是女权的基本的定义 说实在的 我这个嘴上说 是的 但是我可能内心深处还是不太相信的 这没关系 那这真不是女权 比如说我觉得王老师 我觉得他也是女权主义者 五四时期的很多的大男人 其实都是女权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 在这个基本意义上 但是我知道一句话 就是说至少欧洲文明上讲 就是说文明的每一次高潮期 就是发展的特别好的时代 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男人对妇女的尊重 对 这个说是一个研究欧洲艺术史的专家 就讲这么一句话 他说比如说18世纪 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学派 那个时候贵妇人组织的沙龙 他就说每一次这个好像还有 像11 12世纪时候的罗马一样 就说每一次文明的繁盛期 往往伴随着男人对女人的 这种尊重乃至于平等 因为这说的真好 对 你套到中国眼前 那我就刚才说的五次 就是他这以这个对妇女的解放 当然也是跟西方 其实比如说妇女缠足这件事 其实你要研究到最开始是怎么 突然一下在好像几十年内 就把这将近九百年 一千年的习俗给废掉了 也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 欧美的到中国来 然后被一批像梁启超 他们这样的中国的男性的精英 先接受 然后认为这是一个 逐渐认为这是一个耻辱 甚至是一个国耻 然后再开始推动反对禅足 把这么这个破掉了 所以就说历史到了今天 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我觉得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是挑复联的刺 对 是吧 因为这是一个在北京的 一个美国的撰稿员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 一个女博士研究生 她整天看复联的 中国复联的官方网站上 登了什么 你看我给您念一段 您就知道 他说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标题叫中国的圣女 讲这个圣女 他就说你听听这些文章的标题 听着像是小报上的 比如说 克服四大情绪障碍 圣女也能摆脱单身 八个简单步骤 让你脱离圣女困境 以及圣女真的值得我们同情吗 但是他说这些抓人眼球的标题 并不是出现在八卦杂志上 而是发表在 中国主张男女平等的机构 复联的网站上 他说有关单身问题的文章 他说而复联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成立 其作用是保障妇女权益 2007年 复联将圣女定义为年过27岁的未婚女性 中国教育部也把这个收入了官方词典 从此复联网站上开始刊登这些 给高学历的中国单身女性贴标签的文章 但这个我们还需要跟复联方面查证 这只是美国单方面 他在文章里这么写 他的意思就是说 怎么复联的网站上整天为圣女着急 甚至我发现他阴谋论 他在揣测 这个是跟什么计划生育政策 对 他说这个是等于是复联 自从接到了这个是什么人口什么部 就是反正是消除人口压力 对 要提高人口素质 就国务院的这么一个一个部门 让复联配合做这个工作 提高人口素质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有巨大的压力 而这个人口里边的这些圣女 所谓圣女就是这些受教育程度高的 素质高的 这些女性反而很多都单身 那么他们就着急了 就说这个不能优化人口 甚至他有这些文字 他说这个很多高学历的圣女思想非常开放 他们热衷于在夜店寻找一夜情 或是做高官和有钱人的情妇 只有他们失去了青春 或是被男人抛弃的时候 他们才会决定要寻找一个生活伴侣 因此大部分圣女都不值得我们同情 这个人的意思是说 就说官方网站的网站上发这种文章 我有点不太相信他的解释 因为他说他觉得可能是复联为了搞计划生育 那么有什么比通过恐吓圣女 让他们结婚生育更好的能提高国家人口素质的办法呢 他的意思让这些三高的妇女赶快结婚前孩子 生出来的孩子一定素质高 就提高了中国的人口素质 他说复联有这个阴谋 所以才在网站上发这个文章 这文章因为纽约时报前几天刚登的 所以我也没有时间查证 就正好走之前一天看到的这篇文章 而这个人他好像我从名字上看 好像是有亚裔血统的 就是浑血的这么一个女性 他这个文章就是感觉你就感觉这个作者 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就是中国这种倒退啊 这种女权 然后呢在同一天我还接到了 我一对朋友 这是70后的一对从中国大陆 在纽约住的朋友的email 就说你看到那篇文章没有 怎么对这种就是说独立的 有受教育的这种女性是这么一种态度呢 他就觉得非常的 王老师你作为经常跟互联打交道的 我这都听着相当的生疏 但是我只能说我的印象 我对于他写的这篇文章 无话可讲 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从中国有了自由恋爱起 那个原来是都有这个父母包办的时候 反倒没有这种现象 说让你嫁人你到时候18岁19岁16岁 甚至就让你嫁了人了 一直这个旧中国也一样 就是49年以前的中国也一样 就是文化层次高的 社会地位高的 有重要的职业的这样的女生呢 往往会找不到对象 我们可以一下子就想出好几个 就这种地位非常高的女性 对 她们没有结婚 对 而且据我所知 他们大部分人并不是从 一起始就下定了独身的愿望 对 也不是他生理上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也不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 否定这个婚姻这种 这种社会结构 社会形式 就是找不着 这个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女人要找比自己高的 你是组长 你得找局长 对 男人要找比自己低的 男人呢 你找谁都行 不行 我觉得这不能说找谁都行 不找谁都行 我跟你这么说 男人呢 只要是他自己有结婚的愿望 和基本的生理的条件 我没有没有一个大光棍的 因为很简单 你最后你找不到灰箱 又灰箱那排着队的 最漂亮的 功课最好的 是吧 这个最有前途的 最聪明的 在那排着队的 那可是在乡下的那些男的不就大光棍了 大光棍了 大光棍了 女孩子 对 而且多了 比这超过了社会的警戒线 上千万 上千万 对 他这个文章里边 其实好像也提了 有是多少 一千七百万 甚至更多 就因为在实际上是胜男比胜女更多 更多 可是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都在讨论胜女的现象 这很有意思 就是说 大家认为 胜女是最不应该发生的现象 胜女不结婚是错的 胜男他是不是不得已 我觉得这个思路完全 这个美国人思路跟咱们不一样 咱们这儿的 我相信 我估计 复联他谈这个问题 就是非常同情这些生女 就说你年岁挺大了 而且这些人 有的人很苦恼 很苦闷 这样的故事我也知道 有自杀的 有一时神经出毛病的 进安定医院的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他写各种的文章的目的 就是给你们出各种主意 你们不要把自己 中老家中 不要搞得一生 就是从心理到生理上 都非常的不愉快 我相信 复联是这个意思 可是按他这个引 那个优生学 在中国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对 在中国根本就没有 哪有那么多人 可是他除非他是编出来的 否则的话 在这种复联的杂志上 就看到这种 就是说 我看的是英文的 这个原版的 也不知道他翻译当中 是不是强化了这种 就是歧视性的词 反正他这个也是劝你 就是说 为你着想 帮你赶快找到 可是他说的 就是说 你不要眼太高了 你不要这个 就是说 你如果万一结婚了 你也不要轻易离婚 要男人在外边风流 你要找你自己的毛病 你不要先挑他的 他是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因 中国的越是高级女性 他眼界越高 为什么他找不到 他如果没有成就 对 如果他没有钱 现在这女富豪 对 就所谓富婆 这个话都不好听了 也是很难找到对象 对 高层的女性和最低层的 这个男性都被剩下了 对 然后这个其实在 钱中书的那围城里边 都有一个人物 叫苏小姐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 是 就是说这种海龟 那时候年代的女海龟 他说最找不着了 就这种 他只能找谁呢 只能找洋人了 因为这中国人 这男人就谁敢啊 就没有这个自信 说我要找这么一个 我怎么办啊 现在这是社会娱乐 这是老百姓的说法 这绝对不是妇联的说法 也不是和任何背景无关 说现在有这么几种人 找不着对象 一种是女博士 对 所以有些男人一听说 这是博士 我不见 对 是不是 你整天戴这深度的眼镜 整天看书 是不是 我伺候一个博士 我干嘛呀 你又不给我洗衣服 又不给我做饭的 女博士 甚至于女党员 一听说党员 这可了不得 是不是 家里成立党小组 对了 又批评我这句话不对了 这个烟不能抽 那个酒不能喝 这个你不能收 所以他说的那些话的意思 就是说咱们女生 这是我替妇联设计 就是咱们女生 也实事求是 逮着一个也不容易 逮着一个尽量爱护 尽量保守 尽量维稳 对 但是实际上 它是不可行的 我觉得 因为你除非就是男士 也要接受跟自己差不多 因为你跟他找一个平等的话 他觉得不舒服 他要往下找 那么就是说 为什么那玩笑 就是说女海龟 只能找男民工了呢 你除非出国 找洋人 否则真的只能 他们俩碰上了 为什么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 就是说 其实 中国的 我不知道这文涛 是不是你心里 是不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 你没有那么强的 这个自信 我这么说 就是说 我要找一个 要跟我一样的 我很累 你知道 我很难搞 这种人 然后女的 他也 他也觉得 他也在束缚 在一个传统的思维 他就觉得 我要是找一个 比我低的 这以后问题多了 你知道吗 找一个不如我的 这俩人以后 因为他实际上 他那惯性思维 还是要这么一个 男强女弱 所以他调不过来 他在心理上 两边都调不过来 所以这实际的问题 他是不能通过 你劝说 互联要 什么给你搭桥 来解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家就讲 就是说现在这个女性 实际上是有一个最尴尬的 这么一个一种情况 比如说甚至说 在跟这个什么性关系的发生上 都说到 就说这个圣女 最尴尬的一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恐怕说 总得两个人 先上床 对吧 才能够谈到结婚这些事 没有人说结婚之后 才行生活 对吧 于是这个女的 又无法判明 就说这个男的是真心喜欢我 还是为了要跟我上床 无奈何的 要去试一试 一试的 你试的太多了吧 男人用一种心态就出现了 这个性关系较多 性对象较多的女性 男人不愿意接受 对 所以最后你说 这个女的在这个两者之间 往往就很尴尬 其实这个我倒觉得 这地方出来中国特色了 或者亚洲特色 对 亚洲 日本 韩国 中国男性 都有这种所谓处女情结 这个在西方 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 二十年了 真的没有这种 至少没有这么严重的这种问题 我不会言吧 当然我不完全调查 就我看到的少数情况 就是 就说这个女的 要比如说老是玩情感经历 比较丰富的这种女的 还是高学历 海归 往往回来的 最后我们看 的确是在中国男人里 中国男人就慢慢的 敬而引之了 没错 最后你看他着落在哪呢 老外能接受 没错 外国人 我跟你说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 他觉得 有这个女的是挑出来的 不是 就是说 他不是 他说我怎么能 酒精战争 不是 他就是说 我怎么能弄一个 这就好像 等于是 就是谁也不要 这好多人都要他 我把他征服了 牛 你知道 他是这种感觉 所以他 他就是这种自信 也在这 就包括 比如中国男的 一定要找小女孩 也是 小女孩容易 容易驾驭 对 小小一人 是吧 你找一个 一个大女人 酒精茶场 酒精茶场 所以我觉得 这里边这个心理问题 其实是双方的 这个 对这个 纽约时报的 这个 这哥们写的这东西 他的推测 我基本上是 不相信的 不相信 但是他里头 有给我一个启发 我觉得我们应该接受 而且我们通过 枪枪三人 要号召 就是把圣语 这个词 要改掉 改掉 我跟你说 他英文里 太难听 太难听 这像骂人的话 就是他那个 Lift over 是剩饭剩菜的意思 对呀 你怎么那样 叫圣语呢 中国人是最重视 名称的呀 对 最近我都很感动 说有一批医生 和病人家属 对 坚决要求提倡 就是把那个老年 痴呆症 这个名称改掉 对 改成晕悬 也可以 甚至是 这个智力障碍 就像以前 把残废 给改成残疾一样 就是更文定 不是很讲这个吗 是不是啊 你过去乌鲁木齐 叫嫡化 就是要化人家 现在改名叫乌鲁木齐 过去那个 呼和浩特叫归随 就你让人家归顺给你了 现在叫呼和浩特 这都非常的好 对 所以这个圣女这个词 从现在起 就把他废了 坚决废了 由我们倡议 由窦文涛同志 倡议 倡议把圣女废了 不是把圣女废了 不是说你这个词废了 说不上心里话来了 关于人一叫大龄 或者你想一个什么好 因为实际上 大龄女性年也不好 大龄女性年也不好 别使劲了 就没有这个词最好 就没有这个词 其实这种就是 大龄高龄的 不是高学历的 高收入女性不结婚 选择单身的很多 并不是说没有 但是人家没有这个词 你知道吗 对了 咱们不要找这个词 就完了 他就说他没有 比如说他现在需要 需要找对象 说明他现在没有配偶 就完了 他不可能是 同心找两三个 我就觉得中国这种 要管制老 要觉得你为他好 你要把他扶上正道 让他归顺一个 社会主流的这个 就这种倾向 就的确是很可恶 而且是好心经常办坏事 在香港就叫单身 在情感这种事上 你怎么能强制人家 你说你就你结婚吧 你你凑合算了 全球链金企业合作伙伴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条河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酒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酒 我说实在的 所有的报刊上的 写这个应该怎么搞恋爱的 我没有一个我相信 你真正搞恋爱的人 有谁是先学习完了 上完训练班 弄一首则 没错 所以往往天天 最爱议论别人的人 恰恰是自个生活贫乏的人 但是你说改这个词 我还想起来 改圣女 咱把它废了 但是我再给提个敏感的词 你们怎么看 像什么小三二奶 对了 这个词怎么要 这词都不好 都不好 都极其 都极其 就显得我们本身很低下 没错 趣味也很低下 文明也很低下 甚至于包括什么机 这些话我都觉得不好 干什么这么说话呢 咱们中国有那么多 那么多词 那么多 这个 咱们汉字那么多 就想不出一个好点的词来 这些脏词啊 才真正是误辱妇女 而且也侮辱了男人 你想男生在用着这种词的时候 而且我要说中国男性 一个特别什么 我就在说我前些时候去澳洲 这个 这个讲演的时候 就说这个中国在对美国 这么一个强国的时候 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 是女性 你在一个 整个一个文化都变成一个 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 你已经都一二百年了 你终于有点尊严 站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这国家的男性 还不能体会 处于一个弱势的 对的 一个群体的 这种心情 其实这个男女平等 唯一的一个 就是说 这两个人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差别 有强弱之别 就像美国和中国一样 但是他们两个人 是同等 有尊严的 两个个体 两个国家 互相尊重 在这点上 应该是平等的 如果中国男性 你认为 就是说 你比女的高 那你就要承认 你作为一个女性的 弱性 弱势的民族 你就比人家美国低 对 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你还不能体会到 从这点上 你不能体会到 一个弱势群体和民族的 这种感觉 那你这个学费 我们都付了多少的学费 所以需要 其实需要张扬文学 文学就是讲同情之了解 就是讲设身处地 是吧 去体验别人 我们这么阴性的一个文化 我们是大阴 我不是说 就是说美国碰上 这回一个崛起的中国 他这个大阳民族 终于第一次碰上一个大阴 我说的是伟大的意思 这个阴 不是阴暗的意思 就是两个这么不同的文化 你要学会 你要尊重不同的一种人 不同的一种文化 一种传统 你们俩要并存 你们俩要共存 你不能说一个要征服 战胜另一个 你们俩就得一块活下去 这种 而且这会使这个世界更丰富 阴阳相继嘛 对 对吧 各种带有歧视性 侮辱性 嘲笑性 对 甚至我觉得那些什么 小二小三呢 那个他流露的 恰恰是中国男人的那种悲 接着现在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 文明启示度